好,我们再来看的是在美国时间4月6号、7号所举行的竞技蝶杯世界锦标赛 那么台湾选手在来自全世界16个国家将近300名快手当中脱颖而出 总共获得了二金七银五童总共51面奖牌的好成绩 其中呢,这个林梦新同学 他以1.915秒的成绩获得了16岁女生组的世界冠军 他是林梦新挑战世界锦标叠杯比赛 摒弃宁神,比赛开始 不到两秒钟,一个333叠杯完成 干净利落,只花了1.91秒 如此的快速,不仅是同年龄女生中的冠军 也是女生组的第二名 最高兴的还是突破自己过去最佳纪录,1.96秒 得到如此亮眼的成绩,孟新真的很开心 在她脸书上面的照片带着奖牌,笑得好灿烂 除了表达开心心情之外 特别还提到可以让世界认识台湾 她很感动,也很感激 在台湾,替她加油的妈妈也很开心 因为努力终于有了好成绩 妈妈的语气中透露着兴奋和心疼 因为梦新的成绩都是辛苦换来的 从学蝶杯到现在,五年了 每天练,手不使用过度,得到肌腱炎 曾经为了健康,想放弃蝶杯 得到好成绩的除了林梦新外 还有15岁的吴亦凡 也得到了16岁以下363比赛中的冠军 而年仅12岁的吴亦璇出场 7个比赛项目全部获奖 这些小国兽们靠蝶杯都成了台湾之光 中天新闻,薛学华,许家轩,台北报道